1943年8月4号 一架晃晃悠悠的美制轰炸机 突然出现在一条苏联跑道的镜头 一看就知道 它肯定是在执行任务时受了伤正在迫降 所以地面上就马上做好了准备 虽然在滑行的时候起了火 但总算还是成功停下来扑灭了 不过在领航员 无线电操作手和尾炮手相继走出来之后 飞行员却并没有出现 原来它早就已经消失了 驾驶舱里面也是早就空空如也了 所以到底是谁驾驶着这架飞机降落的呢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次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驾驶飞机降落的是坐在机尾炮塔里面的 无线电操作员卡拉斯中士 也就是在飞机的这个位置 朝后面看视野还不错 但完全就无法向前看 所以坐在这里操作飞机 就仿佛是坐在汽车的后备箱里面开车一样 这还要怎么开 当然靠你一个人肯定是开不了的 除非驾驶室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人充当你的眼睛 能够不断的把前方的路况和汽车现在的行驶状态告诉你才行 应该说才有这个可能 所以在这架飞机上充当卡拉斯中士眼睛的 就是位于GB部位领航舱里面的帕尔苏婷稍微了 由于它趴在前面视野非常的好 所以能够为后面的临时驾驶员提供相当准确的信息 就这样在一前一后两个机组成员的通力配合之下 眼睛和手脚分开了的飞机居然就这样奇迹般的成功降落了 要说这架飞机本身就够奇葩的 它是由美国道格拉斯公司生产的中型攻击轰炸机A20 总共招出了7500架左右 其中三分之一都给了苏联 比留在美国空军自己手里面的还要多 于是便成为了苏联在二战当中最为重要的空中力量之一 苏联一开始也是迫不得已 在战争初期呢 德国通过巴巴罗萨行动几乎全盘断下了苏联的整个空军 到了1941年底 苏联损失的飞机数量居然高达了惊人的9173架之多 于是他就不得不向他在西方的盟友寻求帮助 希望通过租借计划来获得飞机的补给 原本他们看中的其实是美国更加先进的B17和B24 可美国不干啊 说你看这A20也好得很啊 人家英国皇家空军用的可是相当顺手啊 你们也一定会爱上他的 的确啊 等数千架A20到了苏联首长之后呢 还真获得了一致的好评 他的速度快机动性高 结构兼顾无线电和飞行仪表相当好用 甚至还在驾驶上加热功能呢 不管是空情还是地情都给他打了高分 尤其是他还有一项特别贴心的保命功能呢 就是位于尾炮手座位下方的这套辅助飞行控制装置了 它包含一根操纵杆 两个方向多踏板和一个油门弧作 可以说该有的都有了 只不过是减配了而已 设置他的目的是为了拯救飞行员的 当飞机受损 机组不得不选择跳散时呢 飞行员面临一个相当危险的窘境 因为操纵杆在他手上啊 一旦松手跳出失控的飞机 很有可能会发生姿态的改变 容易使他撞在高崇的尾翼之上 为了避免这种状况呢 A20尾部机枪的时候 需要用这根操纵杆稳定飞机 等到前面的两名成员 领航员和飞行员都完成跳散之后呢 再从下方舱口来跳散 这样所有人的风险都小了 也正是如此呢 就造成了A20的跳散顺序 和其他飞机是不一样的嘛 飞行员是可以先跳的 但是也没有说 你可以不管机上的几个同伴自己先跑啊 所以现在我们再来看看 整个事件的经过吧 1943年的8月4号 苏联第16航空集团军呢 接到命令 要求投入所有的力量 对西侧的德国国防军进行攻击 于是啊 三个轰炸集团便起飞了 他们都是从美国租界过来的A20 沿着德军侧退的公路 开始扔炸弹去了 起初的任务呢 还算顺利 但其中一架却在接近一个小镇目标时 被地面的高炮给冰伤了 在放了一轮礼花之后呢 一枚炮弹就在靠近驾驶舱的位置 炸开了 当即就把飞行员波古丁 稍微炸得头昏眼花 他自然是受了伤嘛 驾驶舱里面的机械装置呢 也受到了极大的破坏 飞机开始下坠了 于是波古丁意识到啊 此时他们必须要跳伞弃机了 在告知机组状况之后呢 他便不由分说的跳了下去 估计的确是被炸晕了啊 因为他竟完全没有考虑过 落在德战区之后的后果是什么 剩下的三名成员 其实应该只有两个才对啊 但苏联没有那么多受过 无线电训练的机枪手 所以就把本该只有一人兼任的 机枪手和无线电操作员的工作 给分开了 在尾部的炮塔里面 塞进去了两个人 他们领航员 无线电操作员和机枪手 相对清醒了很多 就不愿意跳伞啊 可飞机失控了该怎么办呢 无线电操作员卡拉斯突然想到 就在自己身下 不是还有一套操纵系统吗 一个大胆的想法冒了出来 他马上就联系了 机逼位置的领航员 问他 你能不能看清飞机前方的状况 结果得到的答复是 我不仅看得清楚 还清楚的看到 我们正在朝德国人头上飞过去呢 就差好处来 你就快点抓起来 该死的备用操作感吧 于是一个充当眼睛 一个负责操作 A20开始笨拙的稳定姿态 调整航向往回飞过去了 这中间当然还有点故事 他们遭遇了两架德军的FW190战斗机 德军一看 这架落弹的轰炸机是块肥肉啊 于是马上追过去想要攻击他 结果却被顽强的机枪手给怼了回去 他在FW190接近之前呢 就猛烈开火 是德军的战斗机 完全就找不到一个进攻的切入角度嘛 加之又快要进入到苏军的控制区了 所以便放弃了 自此呢 他们就只面临最后一个威胁了 带着炸弹 盲将 林航员帕尔苏婷呢 大概是最紧张的一个啊 因为临时飞行员卡拉斯呢 实际上是无法准确掌握飞机距离地面的高度的 而基比的帕尔苏婷呢 不仅要反复告知他此时的飞行姿态 更是必须在这种情况下直面越来越近的地面 不过 幸运女神今天 全程都是站在了他们一边啊 虽然着陆时有着相当大的冲击 但是对于一次盲将来说还是相当不错了 最终他们都安全地回到了地面 同时呢 当然也挂上了荣誉的勋章 现在你大概知道了 战斗民族的高超飞行技术是怎么来的了吧 好了 这个呢就是今天的故事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